2022年肖战的第一场舞台就足够让人心动,是期待已久的舞台战和歌手战的回归,但好在爱奇艺在关键时候,似乎是感受到了网友们和粉丝们的情绪,专门发文艾特肖战,并告诉大家将会有一场特别的演出。 果不其然,最后我们等到了,肖战非但用舞台打破了谣言,用实力打破了禁锢,而且还带来最特别的演绎,忘不了肖战在舞台上说,每个男孩心中都有一个当兵梦,这不是有感而发,而是将这份梦想当作信仰。 肖战一开口我就热泪盈眶,让我们想到了文艺表演的顾一也,想到了生死在一起的酒帘,想到了那个我和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,句句走心,声声激动。 这次的舞台,无疑是出众的,即便是等了那么久,甚至经历过大起大落,但最后一切都值得,或者说肖战才是最值得的。 肖战凭借他的热度和话题,不仅很多相关词条,登上热搜,甚至还登上海外趋势,肖战解锁新身份才是大家最为关注的。 这次的新身份,或许是我们熟悉的,但又不是那么十分了解的,优质的偶像才会成为榜样,才会给更多的年轻人带来鼓舞。 肖战本就是冰球运动推广大使,自然会经常出现在和冬奥相关的话题上,这次再次相约冬奥助力冬奥,成功成为宣推官,让我们跟着肖战一起变得更好,无论在哪方面都要一起提升自己,永远不止步,永远前进,肖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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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